母亲情绪崩溃 贪坐在椅子上 电话另一头传来哭声 老父亲只能不停安抚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悲剧 竟然会发生在警察儿子身上 台南两名原警 叨叨通气犯冷血杀害 市长黄伟哲紧急赶到医院关心 涂明城的母亲止不住眼泪 无法接受儿子出门上班 竟然遭遇死结 殉职的两名原警 都任职于台南民权派出所 涂明城是井专第23期毕业 过去在新北树林分局任职 从井资历16年 多次帮助迷途老妇人返家 如今传出噩耗 昔日同事满事不舍 站在老翁身边帮忙联系家属 去年一月寒流来袭 曹瑞杰跟同事执行巡逻情务 发现这名老先生在外头流浪发抖 赶快把人带回派出所平安送他回家 曹瑞杰警专第32期毕业 曾在北市文山二分局担任警员 去年一月为了照顾年迈奶奶 才回到故乡工作 同人眼中积极工作却突然传出殉职消息 曹瑞杰的哥哥也透过脸书发文悼念 说为什么老天爷总是带走善良的人 出身单亲家庭 祖父母扶养长大 更加珍惜兄弟情谊 他也以弟弟为荣 两名园警尽忠职守 却在热爱的工作 遭到嫌犯突袭身亡 成了家属心中永远的痛 近新闻过言庭黄一轩 徐伦友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